我国一月份的制造业连续第五个月放缓 不过尽管放缓 最新的采购经理指数却达到50.7点 显示制造业仍然处于扩张区域 在股市方面 今天是农历苟年最后一个交易日 亚洲主要股市全线上涨 但本地却小跌0.13% 这使新加坡股市在苟年全年下跌了7.5% 最新数据显示 一月份的采购经理指数 比去年12月份下滑了0.4点 这是自2016年12月以来最低的 不过采购经理指数 仍然连续29个月保持扩张模式 其中电子业则连续三个月出现萎缩 一月份采购经理指数爆49.6点 市场人士表示 电子行业的产出和进口指数下降 显示市场急剧恶化 分析师认为 最大的下行风险是中国经济增长放缓 由于多数亚洲经济体目前处于紧缩状态 市场分析师指出 如果采购经理指数进一步下滑 可能会抑制区域的增长 股市也受经济放缓影响 本地股市苟年第一个交易日为3445.51点 但到了星期一交易结束 海峡时报指数苟年全年下跌258.95点